我們現在來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小軟體 剪貼部加強的 您可以從我們右手邊檔案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Dicto Portable 它本身官方跟下面這個我們大概跟各位介紹 它官方都有提供免環狀版本 免環狀版本 您可以做參考 因為這跟提升工作效率有關係 請問各位您覺得 Windows內建的剪貼部好不好用? 你如果進到這邊來就從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下載 就從這邊直接下載 那下載下來之後解壓縮 比如說我這邊抓下來 它會直接存到那個硬碟裡面 那麼好了之後呢 你從這邊 你不要直接點下去 我通常都是點這個三角形有沒有 按在資料夾中顯示 你就知道它放在下載這裡 好 您可以直接按右鍵 7zip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那個資料夾我留著 這樣打開 有沒有裡面有兩個版本 那如果您不確定您是 做一系統是32或64 直接用32就好了 因為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點進去 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這個而已 就這樣 那麼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跟老師介紹一下 這個剪貼部加強 因為平常 請問老師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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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勒 字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我們來這邊 看新聞的 生活的 這裡 假設我要這個內容 你就 嘟嘟嘟 或者你用這樣 平常老師都這樣 這麼辛苦 對 1 2 3 我說1 2 3 1 2 3 對啊 Ctrl加C 這樣不是就好了嗎 因為你用瞄準比較難 1 2 3 1 2 3 1 2 3 因為1 2 3 就整個段 就整個段都就可以選起來 好 我剛剛複製了兩個圖片 那個文字對不對 那我如果再複製這張圖片 你應該知道剪貼部剩下什麼了吧 蛤 對 但是你看 我們家 好像比較好用一點 剛剛的圖片在 文字有沒有在 有沒有都在 而且不是這時候在 下次開機還會在 除了文字圖片 還有什麼會經過這裡 檔案啊 對吧 所以如果我來複製檔案 你看 複製 假設這個 Ctrl加C 那你來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叫Copy file 只要檔案還在 你就可以重複再貼出來 那為什麼說 要特別介紹這個 因為Windows內建的 只能說 它記性真的不好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看我在這邊 假設我們就找一個 那個 Office 打開 握 好這裡有2013 空白文件就好 OK 那你看 我們如果要把剛剛那個 內容把它貼出來 你看 我在這邊 兜兜兩下 有沒有出來了 我看到剛剛那張圖片 你不要再回去找了啦 齁 可能是做報告也好 或做資料的時候 尤其行政工作長需要這種動作嘛 因為你不小心 有沒有可能那個網頁 或那個文件就關掉了 有啊 你老是要重新回來再找 有時候還不好找耶 因為紀錄裡面找不到 或者說已經經過一段時間 你也忘記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萬一某些圖片 這個我最近常常需要用到 那怎麼辦 它預設呢 軟體的預設值 應該是幫我們記住 100個 100個 欸這個可以變中文喔 只是我現在是用英文而已 有沒有這個 確定 再來一次 有沒有變中文 有 有齁 所以 預設會幫我們記住100個 你覺得夠還是不夠 你可以記更多 1024也可以 哈哈 反正超過這個數量 就從最舊的那個 就去替代掉嘛 替代掉 那 萬一如果我最近這張圖片 常常用啊 你可以告訴它 它可不可以不要 這麼快自動刪掉 有沒有 幫它做個記號 有沒有一個信號了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雖然 它會往後退 你看我現在複製一個這個 再複製1 2 3 記得喔 1 2 3很重要喔 哈哈 有沒有 它會往後退 可是它不會被刪掉 如果你覺得 拜託 不要再往後退 因為這張我太常用到了 你就按右鍵 Clip Order 有沒有 移到最前面 這樣不管怎麼樣 你再複製多少個 我在這個 1 2 3 我再來貼圖 它永遠都叫它第一名 對不對 那你要2個3個隨便你買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使用 嘿 所以 各位老師呢 您回去之後 唯一要做的 就是剪貼部要怎麼樣 是不是一開機的時候就要執行 就要開始幫你收集 所以您可以按右鍵 按右鍵這個選項 進來之後在上面這裡 有看到一條系統啟動時打開了嗎 所以唯一您回去要做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勾起來之後 下次開機它就開始幫你記錄這些 剪貼部的內容 剪貼部的內容 事實上 低頭它還可以做群組啦 可以更多 就有點類似資料夾的概念 只是看你要不要那麼多 那 這個勾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這勾起來就可以 所以 你今天不管 你是用一般的Office也好 其實有時候比較討厭 是微軟的Office真的有多重貼上 Office裡面有沒有多重貼上 有 我記得是十個還是幾個吧 可是 微軟都不管別人家的 他都想說 你們不是我家的 所以我都不管你 別人的就只能用一次 有沒有 這樣很不公平啊 我們又不是每個都那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使用就比較方便 因為他的貼上 確實有多重貼上的功能 確實有 可是就是 沒有那麼方便 那再來還有一個我們會遇到的是什麼情形 這個 如果今天您是在網頁上 這種 請問我複製這一段的時候 會不會連格式都複製過去 會喔 如果這樣直接copy 我拿到剛剛的Office裡面直接貼上 然後樣式智慧帶進來 那你樣式帶進來 那你樣式帶進來不就完了嗎 你如果沒有把它 選擇一般的 貼上去的 就 會多好幾個樣式嘛 所以呢 在我們的Ditto裡面有個功能喔 你看 按右鍵 特殊貼上 有沒有用文字貼上 這樣就會只有純文字進來喔 有沒有 純文字進來而已 你就不用 你們以前都用過一個東西啊 叫做那個啊 小 不是那個叫什麼 記事本啊 你不是來這裡穿穿過濾一下才拿進去嗎 那起來拿就麻煩 就說Windows本來沒有嘛 而且因為這個我們會用到 如果您是在寫郵件 你看喔 假設我在112裡面 我們在這邊用的時候 如果您這樣子複製 拿過去貼上的時候 請問格式會不會進來 我們現在Email不是都 大部分都線上的 他如果沒有提供那個 貼上純文字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Email就很漂亮 是大小顏色啊 是不是都很多 你不要這樣傷害人家眼睛嘛 你拿來這邊 按右鍵 這樣不是比較清爽一點嗎 這樣了解 因為你剛剛如果沒有這樣做 可能有超連結啊 或什麼那種 是不是已經貼進來了 所以這個低頭的部分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這個參考一下 好嗎 好嗎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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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